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谈一谈如何预防月季花的白粉病 主要是从月季花白粉病和底肥的关系入手 来找出预防月季白粉病的一些方法 首先,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月季白粉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典型的月季花的白粉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是扭曲的,然后还有一层白粉 甚至呢,有一些枝条上也有这样的一层白粉 越是嫩的叶子,越有可能得白粉病 那有关于白粉病的成因呢,主要有两点 一个就是因为不够通风 真菌比较喜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繁殖生长 当然这个白粉病也是比较耐干燥的 所以一些室内养护月季或者封闭阳台养护月季呢 就很容易得白粉病 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你施加的氮肥过量 所以每次下了一场雨之后 或者你浇了一次水之后呢 白粉病就开始爆发了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后者 氮肥过量所导致的白粉病 有很多花友呢,在问我 为什么氮肥过量会使月季得白粉病呢 那然后我就找了一下百度 度娘是这样告诉我的 她说,氮会使月季的细胞壁变薄 然后呢,组织柔弱 造成月季的金叶土长 芝蔓过粗 叶片过大而且过薄 容易脆并且容易折断 这种时候呢,月季植株就失去抵抗力了 白粉病的真菌就很容易侵入到月季的植株当中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氮肥过量会使月季得白粉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像我这边月季的话呢 去年是爆发了一次比较严重的白粉病的感染 主要原因呢,就是我失的底肥当中 不仅有氧粪,后来又失了一次鸡粪 甚至呢,家人还放了猫粪 这么多的粪肥当中呢,氮含量就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这边去年呢,像切花朱莉叶 然后像蜻蜓,像佩尔朱克 甚至是蓝丝风暴都得了比较严重的白粉病 反反复复打药呢,效果也不是很好 一直到夏天来临,温度到30度以上呢 这个白粉病才彻底消失 但也导致了我这边呢,因为白粉病 所以露掉了一些月季花的叶子 直接影响了这个开花的质量 所以今年呢,我就吸取了去年的这个教训 在一些比较容易得白粉病的月季上呢 就不施加任何的粪肥 甚至连羊分都不加 只给那些不容易得白粉病的月季上是加了羊分 所以现在这些月季花是丝毫没有感染白粉病的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是佩尔朱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叶片都是干干净净的 没有白粉病 这个是蒙娜丽莎 它也是比较容易感染白粉病的一个品种 可是现在大家可以看这些叶子 也完全没有感染 还有一个花友呢,说想看看我这边蜻蜓怎么样了 这个就是蜻蜓 去年的时候呢,它就是得了比较严重的白粉病 那今年呢,是一点点都没有 因为我没有给它施加任何的粪肥 现在这个蜘蛛呢,长得也是比较大了 花苞基本上都还没有打上呢 然后这一颗是切花株丽叶 也完全看不到有白粉病 这一颗是蓝色风暴 叶子也是干干净净的 以上也就是说 在去年得过白粉病的月季当中呢 我采取了在底肥当中不加任何粪肥的这种方法 有效地避免了白粉病的发生 去年得过白粉病的月季当中 没有一盆在今年再次得白粉病的 所以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去年冬天是买了很多月季小苗的 然后中小苗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下面的会加底肥 加的底肥就是老三样,大家都知道 其中一样呢,就是羊分 然后我就发现啊 去年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早春 我所有的月季小苗当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得了白粉病 现在通过治疗之后 唯一还在得白粉病的就是这个河本的新娘了 其他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么多月季小苗得白粉病呢 开始就让我反思 本来我以为呢,这个羊分的话 好像它含氮量是比较低的 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应该不至于会让小苗得白粉病 然后现在实际是打脸了 所以我又在思考 是不是不能把羊分埋在底部呢 当这个月季小苗的根系 接触到羊分的时候 就完全是直接接触到 所以就导致氮肥过度 小苗得了白粉病呢 所以我在种另一批小苗的时候呢 我就故意把羊分是埋在这个盆土的表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盆土表面呢 是有一些羊分的 其数量也并不是很多 我在想随着每次浇水下肾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但是结果又打脸了 你看这颗就得了白粉病了 也就是说 不管我是埋在盆底 还是放在盆土表面 我发现对于月季小苗来说 它对氮肥真的是非常的敏感的 稍不留神就可能氮肥过量 所以我现在总结就是说 栽种小苗的时候 特别是你在秋冬或者早春栽种 温度还不是很高 干脆就不要加底肥了 种小苗的时候呢 可以速土栽培 当然盆土当中缓氏肥还是可以添加的 最好是不要加任何的粪肥 那小苗会不会营养不良呢 如果每次都加水龙肥的话 也绝对不会导致小苗营养不良的 当小苗长到一定的程度 变成中苗和大苗之后 你还是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羊分的 像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一颗佩尔猪克 现在它长得跟个杂草一样 叶子非常的茂盛 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 我在它的底部就添了一些羊分蛋 大家可以看 这里还是有一些羊分蛋的 那现在下雨下了好几天了 也没看到它有任何要得白粉病的迹象 也就是说 当这个月季变成大苗之后呢 盆土表面撒一些羊分蛋 好像它也是不容易得白粉病了 可能这个时候呢 植株长大了 抗性也就增强了吧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经过仔细的观察 反复的实验 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月季的白粉病 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当你了解一个月季 如果它是白粉病易感品种的话 只要你在底肥当中 不给它施加任何的氮肥 同时浇水溶肥的时候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就完全可以不得白粉病 如果是小苗的话 建议大家上棚的时候 只需要添加一些缓氏肥就可以了 底肥甚至都可以完全不添加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两年当中 自己通过观察 同时呢 通过实验 所得来的一些经验总结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